阿兵哥深夜二十一通电话 二十一通电话 对 阿兵哥的深夜求救 对对对 好 那后来是怎么样有这个孤军的一个纪录片的企划 孤军他本来是 本来是是有 有那个 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就是有李永平 李永平那时候是前文化局长 那他下节目 他说陈女士你的故事 应该把他记录下来 我来找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来拍摄 就这样促成了 那这个李永平小姐也都没有参与 也没有干预 都没有 他只负责就帮我签 跟马克吐温 那个王怡心总监跟那个 那个罗敏祥制作 我们就这样认识 那就要达成了 是这样开始 那时候是哪一年 应该有五年了 五年前 五年前 对 第一季的那个孤军总共拍了三年多 记录了三年多 因为很难记录 毕竟是军中的故事 然后有一些案例家属 他们不愿意再出来面对 然后黄国璋的个案 因为也比较特殊 因为他牵扯了对岸的那个渔民 所以说就又到对岸去找渔民 其实就是片片段段的一直记录记录 然后再去把它集结起来 所以第一季真的是非常辛苦拍摄 所以一开始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形态 没有办法 就边走边拍就对了 对对对他没有办法 他所以说汪总说那时候企划书真的不晓怎么写也一度他们团队开会也一度一直想放弃 但是最后可能就是汪总因为也对国璋的承诺说希望会他会帮他完成这部纪录片 那也就硬着头皮这样走一步算一步了 不过主线还是以这个黄国璋的故事 对 这个讲到二十几年前 你要不要再把二十几年前这个案子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当年在84年因为黄国璋他上了84年元月16号是他入伍的那一天 那时候新训中心是两个月 新训中心结束之后又到季孝去受训 受训完了4月12号吧 他就上了南洋舰 他上了南洋舰之后 上传之后第一个礼拜我看他的一些记录 他第一个礼拜都还是适应的 但是慢慢的不能适应的是因为这些学长已经开始了 有那些漏袭嘛 就是要教他跟会嘛 跟他要狗名 因为他知道他喜欢狗都会有接触 所以希望说班长也希望说他能够送他狗 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口卡狗 又要指定是母的 那一只好几万 我们的家庭经济并不是那么富裕的 为什么会有狗这个事情 是他特别喜欢狗 他很喜欢狗 可能聊天都有聊到 都有聊到说他认识的都是有一些养狗的卖狗的 所以就说跟他要 想要拗他就对 对要拗他 然后要跟会 那时候他不懂跟会 他问我 那我说这个会就等于我们常听的 说你跟了会之后就好像缴保护会 你就是拿不回来 那我说 我就说国商你跟他跟他们说 因为我们的家庭经济也不是那么富裕 那你的零用钱就是靠这个薪水 如果再跟了会就没了 那就从此开始这些学长就对他有一些意见 我懂就开始那个面目就不好看 对就有一些意见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就封闭了 就退缩了 是这样 那后来这个 后来就在 我记得是在那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母亲节的前几天 因为过程当中他也一直有求救说 学长会打他嘛 勒索他恐吓他 我也去部队去上船去看 船靠苏澳港的时候 那时候我住花莲 我去看他 那脚背都烫伤的嘛 所以那时候黄妈妈 你还是一般的家庭父 所以你很无力对不对 我不晓得怎么去 我只能求长官 我就说 那当时副舰长也跟我承认说 这个打他 这个殴打他 这个恐吓他 这个勒索他 可是程女士我告诉你 我没办法处分他们 因为我处分了他们 我船上两百多个兵没换吃 就等于在这些资深的 这些老兵前面 已经公开的就是纵容他们 可以再继续 无法管理就对 对是这样 所以说在 我记得是在 要出事 他是6月9号出事 开船出事嘛 他就前 前几天嘛 是母亲节 然后他打电话给我嘛 他说妈妈 五个学长围着我去到乐视 其中有一个讲台语说 这个出去 出海也可以开始来浪 那可能就是造成他的恐惧 所以他才会在要开船当天早上 打电话回去求救说 无论我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他带下船 他自己也想尽了各种理由 要去请假 可是逃不过 所以他到最后出船去就一去不回了嘛 那后来你们会有这个以这个主线为主题 是不是也因为洪仲秋的案子让你们有一点说 如果说移到民间的这个去重新再审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想 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因为洪仲秋的案子就一次引爆了很大嘛 很大那因为以前我曾经受韩国的那个总统府之邀去 他们有成了一个什么国军真相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 就那我就把这个提出来 提出来说韩国有这样的委员 他那边的就是家属专家军方的人 可以去调查这些军中的过往的一个原案的机制 那就是所以说在那时候风声鹤唳的时候 那可能国防部为了安抚 还有政府为了安抚 就成立这样的一个 就在行政院成立了一个行政院的那个官民权 那个那个军阴会嘛 对是这样 那就是在20年以内的案件都可以提出 重新提出申请 对那时候国章是第18年嘛 那时候第18年 因为透过这个军阴会跟国防部阅卷 才看到了很多很多当年我看不到的 我从来看不到的那一些保防监察还有军阀的笔录 调查笔录才看到说原来有那么多的一个矛盾跟冲突 为什么当时都被军防接纳就把这个案子结案 以前就是反正怎么说就为了要怎么判就怎么说 最后这些东西就是保密起来就对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会被公开会被拿出来 那因为看到这些资料之后连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这个那边的各方面的专家 专家来看就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一个疑点 所以黄国章的案也是被移送重新在启动调查的案件之一 所以当时还有很多就对 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案件 那后来随着真相越挖之后 其实黄妈妈也发现还是有很多无力的地方 虽然你看到很多矛盾的地方 可是你回头再去问当事人那可能一句忘记了 对没有错 你还是真内行 我在法庭上真的就是 就是被传唤被传唤的当年就是他发生事件 就是带他的相关人找来之后 找来之后他们就是一句忘了 一句忘了 甚至还有一个就是国章这里不是 头上不是有一支钢针吗 有一个针 有一个针 那你知道船上因为部队都很多东西 廖剑都会管制 会管制 当年管制那个廖剑的人的兵 他有出庭 他在庭上跟我呛启 是 他说人都死那么久了 你还要来告多少人 还来告那么多人 我说不是我告的 这是政府国家 政府的机制 对 这个真相调查 不是我要告谁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谁是凶手 因为毕竟一条人命还是很重要 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到 我那个卷宗这么多 可能跟这个桌子一样高 我当初他们的保防笔录也好 监察笔录也好 军阀笔录也好 有阅道的 我就一篇一篇的也去看 其中在一次开庭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他募集 黄国章曾经被修理的 我竟然开庭他出庭了 他也出庭了 出庭的时候 我拿出了说当年他所说的话 6月9号发生事情 6月10号的笔录应该都很清晰 隔天而已 对 现在他说忘记了 我可能还能接受 可是当年的笔录是他们必须 他们陈述记录 然后必须签名认证的 这个笔录他居然说 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去过军法庭 怎么会有这些笔录 我说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那所以说开完庭 他跟一般的人政部 一般的人政都逃 逃着走 跑走 他就是很坦荡的 跟我站在那边谈 因为他知道 他真的当时没有写这些 或者是他很错 居然有他的名字就对 我说可是这个笔录都是你 都是你的名字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他说 我说你确定你是忘了还是 他说我确定 我从来没有被军法庭传讯过 因为传讯这种事情 说实在不可能忘记 你内容可能会忘记 可是你被传几次 你一定记得清清楚楚 大家上法院 大家也走到要死 尤其魂国张的案子 二十几年来都没有停职 因为我都一直在 在军中人权这一块在活动 所以说我就想说 早年的军方 真的是有够好大 有够恶势 连这种假笔录都可以做的 那人证笔录他可以这样做的话 那可见其他的他还有什么不可以 这也是时代的悲剧 因为以前的政府也会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是时代这个本来就是需要改革开放 需要进步 其实我也讲了 我一直讲说其实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在军中人权推动这一块协助的案例 也有很多的成果 对也是有帮到很多人 所以说其实我也有很多的对国张的死亡 我牺牲我也有很多的释怀 那无非就是我一个做妈妈的 我想要了解是 到底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我并不是要追究谁 是凶手 一定要怎么样 我 而是只是想解这个心结 对我最近访问一些相关的议题 有些人也是 比如说他想知道当初的白色恐怖的真相 但是他不是说我要去追究 去骂谁 但是我想这到底怎么发生的 现在我也是这样的心 因为何况说 这慢慢的后来 其实军方也进步了很多 他们的改革 他们的进步 长官的一些心态 其实也都放开了很多 所以我在协助这些不当案例的时候 也是得到内部很多长官的协助 所以这样的成果 我会认为说 至少他还是有 国庄的牺牲还是有 有换来一些进步 包括我们看孤军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看 其实他们现在是很棒 就是你提供一些问卷之后 在问答最后会有线上收看的连结 可以先把第一部看完 那孤军我们看到很多画面是 真的进去到军事单位里面拍的 那这必然是一定要授权要同意 所以我们军中还是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要求 其实第一个支持我的是 邱国正司令 那时候他是陆军司令 邱国正我说 我说邱司令我要拍纪录片 我的纪录片 他说妈妈我支持你 你要到哪里你需要的协助 我一定都 但是我也不可能 无线上纲我也不是一个 一个会很去踩军方线的人 就是只是有一些场地 场合可能需要 那再来就是黄曙光司令 那再来就是沈一鸣司令 跟张哲平副司令 都很支持 对他们其实都很支持 很开放的心胸 包括那时候大鹏部长 大鹏部长也都支持 所以我是也是说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进步 否则要到他们单位里面 去挖他们舱巴 怎么可能呢 以前怎么可能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否认 包括我在拍第一季的时候 协助的一些案件 他们也是让我们进去 进去那个收入 我觉得是纪录片好看的地方 就是刚好他跨的这个年份三年多 所以洪妈妈同时也有接到一些 申诉或一些案件 所以很自然就把他加入这个题材里面 对 所以说但是我们也会尊重当事人 有些人不愿意还是不能拍 所以说其实如果要拍这些案例 我说一个案例都可以拍成一个 单独的 一个电影 对 所以说其实我希望说 当大家在批判要求国军的时候 也多给予一些关心跟鼓励 不可否认的这个进步 我们还是要肯定要支持 虽然不尽如人意 有人的地方 他在管理上还是会有加入一些情绪 有人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恩怨 那其实黄妈妈也特别提到说 你在这个军中人权推动二十几年 真的早期真的有很多这个不当管教 跟冤狱的一个发生 但是后来你发现 现在情况好像有点反转了 有时候这个军官不太敢管事 有时候变成兵很雕对不对 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金石案金镜案金翠案 一路走来到这个墨宾寺 对 那你说四个月的训练役 其实他真的是部队不大敢管 那是部队的包袱 因为四个月 好来好去 好聚好聪 对 你不要给我出事就好 所以其实不敢动他 那所以会造成有一些年轻人 他认为我可以适应部队 部队就是这样 所以他加入了志愿役 对 那加入了志愿役之后 他当士兵的时候认为 我只要听 我只要做这些简单的工作 他去当士官 他去考军官 那士官跟军官的责任 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专业又不一样了 那有一些家长 他会认为说 我的孩子就是好难管教 那去当兵 工作不好找 你就去当兵 那有些父母是认为孩子 自己的孩子太懦弱 那在社会人际可能不好 那希望或者是身体 可能没有体能 没那么好 希望把他摆到军中来 对 透过团队的生活作息 能够把他矫正 他的一些不良行为 或者身体能够更进步 那在这里 如果是观念 不是那么正确的话 在这里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那我现在接到很多案件是 自己先违法乱纪之后 就来 当要被太除了 要被懲除了 要来人权了 要来找人权 要来找工作权 所以说 所以说有时候 有时候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来 大部分会来申诉 都是冤案 现在不是 现在来 你一定要先把他设定 70% 差不多是 自己一定有犯错 你一定要很谨慎的 去跟他谈 那你才知道 他戳在哪里 部队是不是 过重陈处 是不是部队在 刻意刁难他 把他太除 或者部队的管理上 是不是 真的不当 可是 有些案件 不幸事件是发生在部队 就像以今年 我接触的纪案 他不幸事件 是发生在单位 当然大家都认为 军方就是黑 军方就是一个霸凌团体 一个团队 但是 反追回来 我会发现 有些真的是家长 个人要负担责任 当孩子你把他逼近 你要孩子到军中的时候 当他发生 他没有办法去适应 他跟家里求救 要退出的时候 家里不让他们回去 等发生不幸之后 把责任所有推给军方 又怪了给单位 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 也不讲太多 曾经有一个在农历过年 就是这两三年以内 有一个士官 他来当兵 他的钱都是要交给妈妈 这个妈妈在拨一些 给他放在他的本子里面 所以等于他没有额外多余的钱 可以开 就妈妈管得刚刚好 年轻人要谈恋爱 要去玩 没有额外的钱 但是他没有额外钱 那他的部队是比较偏远的 那有一天 他说 因为刚好是农历年 那时候 他走出营区的时候 碰到他的辅导长 他的辅导长 可能也多少知道 他的家庭情况 就辅导长包了一个红包给他 结果他拿了这个红包之后 他去自杀了 那你要不要怪辅导长 我知道之后 为什么我的脸书 你很少看到我破个案 因为他都没有办法 一两句讲完的 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拿了那个红包 他走出营区门口之后 他心很酸 他说为什么 自己的家人对他 会比外人还刻薄 外人都知道可以关心他 给他一点温暖 给他一点安慰 为什么家人会这么苛 代 所以他很心酸 就把自己结束掉了 那辅导长是不是就很倒霉 没有了 我们都能体谅 因为他没有错 因为他只是一个过年说一个喜气 一个心意 一个心意他也不多啊 几百块 但是触动了这个年轻人 很长年被家里控制的 我懂我 那个那个那个心哦 结果他就把自己 因为毕竟家里还是长长久久 他可能不想再延续下去 嗯嗯嗯嗯 所以有时候我会说 家长你今天你要把孩子放在部队 你要看看是机遇 你有没有跟孩子沟通 沟通 然后你要看看你孩子是不是能够适应 当孩子被你摆在部队的时候 他在勤务上 业务没有办法适应 人际没有办法适应 如果再加上领导干部 领导品质不是那么好的事 那么优的时候 他等于在大海中 有在那边求救 恶性循环 他的求救第一个一定像家人 没错 但是家人不愿意伸手 还硬要把他压在这边的话 最后沉溺了 溺亡了 谁的责任 我说军方有责任 家属也有责任 所以黄妈妈如果你先进行了解 知道是这样的状况 你是把他婉拒掉吗 还是怎么样 我会看啊 我会看情况 如果家属是一个很玩扭的话 我还是会从旁边去劝导 然后 我会用这个案子来看一下 家长可以说 可以劝 希望他对别的孩子不要这样 能劝就劝 那 有的呢 能劝 有的是不能劝 因为他就是全部的 他就是跟军方对立 那我会拿这个案例来检讨 单位的缺失 因为现在你看从全木兵制之后 从木兵制之后 然后一起缩短之后 这一些进来的官士兵 他们的专业训练时间都很短 那专业训练时间短呢 他下了部队 他要执行任务 勤务的时候 他的技术 他的能力经验都不足 还没到 对 他不足的时候 你说他又要去执行他的勤务 他要对上 他又要带领底下的 那怎么办呢 他甚至他自己的压力都爆表 破表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总归回来 还是在体制的问题上 没错 还是在体制上 所以说 我为什么说每个案子 不管怎么样 都还是回归来检讨体制上的问题 好 那我们刚刚简单聊完孤军之后 接下来当然重头戏就是友军 就是第二季的一个派设计划 然后呢 目前在这个募资平台上 也有一些这个募资计划 我妈妈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这个友军是 因为 因为像 怎么发展 孤军的时候募资是非常辛苦的嘛 那 那马克投文汪总监也 都自掏腰包 赔了蛮多 那 他还是咬着牙就把他完成了 那在友军呢 他想要再拍进友军的时候 当然也思考了很多 那 最后他想说 还是要有一个结束点嘛 孤军第一季没有办法嘛 讲不完 对 那因为那时候 高雄的桥头法院还一直持续在侦查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延续 是不是后面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当然 这个延续 所以就这样了 那 上次 上次有曾经募资过一次 但是没有达标 所以 所有的那个都退还给赞助者了嘛 那现在因为第二季的片已经正式结束了 那所以说 马克图文这边也希望说再做一次的募资 因为你应该很了解 这种纪录片 他要上院线是很困难的 那因为太能点了嘛 他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会希望说从这个募资款来做一个巡回的一个播映 巡回播放 然后也希望说是不是有一些团体啊 或者是个人愿意用包场的方式 对 来来大家来共同来支持这个军容人权 我常常讲军容人权功劳不是我的 军容人权的工作也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家应该共同大家来重视 那这个军容人权会进步 也是因为透过这些有牺牲的案例 有长官的协助 有社会大众的支持 还有我这一 这个不想熄灭的小火苗 在坚持着 那我希望说在12月16号 那这个募资正式上线 希望说大家共同一起来支持我们 好今天非常谢谢黄妈妈为大家介绍 这个孤军以及即将上线的这个友军的纪录片 好谢谢 谢谢